一天吃三顿牛冬,那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呢? 作为快餐,牛冬是深受日本人喜爱的一种美食 做牛冬,在日本有三个快餐品牌 今天的早餐就在新板桥的松屋解决了 在松屋吃早餐的人很多 几乎所有当地人都选择了一种定时套餐 在等餐的时候,细看着桌上的调料还真不少 尤其还有最爱的,红姜丝 一套早餐仅仅才450日元 什么样呢? 餐上来一看,大吃一惊 这也太丰盛了 十分钟就把这一份早餐吃的是一点不剩 中午的牛冬则选择了Sukia 石齐家 点了一中份牛冬配一生鸡蛋 总共花费470日元 石齐家的配料比起松屋来可少多了 一份牛冬肉是真不少 但吃牛冬一定要配上一枚生鸡蛋 当然生鸡蛋一定要选择可生食的鸡蛋 把鸡蛋与牛肉米饭搅拌在一起 那入口丝滑的感觉是真香啊 同样最养生的姜丝是必不可少的 晚餐则选择了中国人最熟悉的Yoshinoya 吉野家 吉野家也是三个品牌之中 三份牛冬最贵的 由于我人生的第一碗牛冬就是在北京吃的吉野家 所以我决定在吉野家店多加一份牛肉 看我这晚餐量够大也够丰盛的吧 吃完这一碗牛冬有着超强的满足感 一结账也仅仅才800多日元 一天吃了三个品牌三碗牛冬 您要问哪家牛冬好吃呢 这还真难分别 因为三家的口味都差不了太多 但要说性价比最高的 那还得说是松屋 是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